每晚八点聆听读者 大家好 我是苏杨 欢迎收听读者 今天跟你分享的文章来自南川大叔 我鼓励你做一个冷淡的人 关注读者新媒体 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长篇小说 《无声告白》中有一句是这样说的 我们终此一生 就是要摆脱他人的期待 找到真正的自己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却很难 比如我们每个人 都想做一个情商高 圆滑的人 受别人欢迎 为他人担心 笑着让每个人都满意 可当我们成为了这样的人之后 却发现自己一点都不开心 本来已经很累了 朋友无聊叫你出去玩 你为了让他开心还是去了 本来工作已经很忙了 同事有问题解决不了 你还是把他懒了过来 你活得就像是一个小太阳 温暖地对待身边的所有人 总是站在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 林志玲就是这样一个人 在所有的人眼中 他是高情商的代表 他是温暖的代言人 所有人都很喜欢他 可要我说 我觉得林志玲活得太累了 陈凯哥在拍电影《倒是下山》时 曾说过林志玲的一个细节 当时林志玲穿着旗袍在旁边候场 陈凯哥示意让他坐下等待 林志玲说怕做了旗袍会皱 重新烫会麻烦服装师傅 于是他就硬生生地 在那里站了三个多小时 综艺节目《花样姐姐》中 两位嘉宾因对裙子样式有分歧 所以买了两条裙子 让林志玲选 林志玲为了让大家都开心 在闷热的夏天 将两条裙子都穿在身上 说道 我觉得搭起来刚刚好 两个加起来就是我 参加天天向上时 不小心被组成衣服上的 锚钉扎破手 鲜血直流 他自己默默忍着 没有告诉主持人 若无其事地继续表演 直到汪涵发现伤情 要求节目录制终止时 他还笑盈盈说着 没事 没关系 明明是自己受了伤 包扎时他还在不停地道歉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林志玲的高情伤 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教养 但是有时候 我却有些心疼他 温暖过头了 自己也会很累的吧 多次跟林志玲搭档过的 蔡康永就说过 他从没见过林志玲 说别人坏话 也从不发脾气 哪怕他寻寻善诱也没用 当别人都赞叹 林志玲的高情伤时 蔡康永却说 林志玲再多分 给自己一点心力 那才是他心目中的高情伤 说起蔡康永 让我想起了他最近一个 在采访中提到的观点 我鼓励大家做一个冷淡的人 过于热情 不是一个人维持良好关系的方法 什么叫做冷淡的人呢 不是说什么事情都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而是你不必要求自己满足所有期待 更不必对所有的事情都保持热情 很多人从小就是在别人的期待中成长 总是踮起脚尖去达成别人的期待 小时候为了父母的夸奖 而努力考出一个漂亮的分数 长大了为了家人的催促 奋斗在相亲的路上 如果没有达到期待 就会倍感难过 仿佛辜负别人的期望 是不可饶恕的罪恶一样 总是按照别人的想法生活 总因为别人的眼光和看法 而改变自己 最后的结果呢 其实一点都不尽如人意 既没有活成别人想要你活成的模样 也没能成为自己 总是把别人的事情 当做自己的事情 总想着为别人的情绪负责 有时候仔细想一想 这个世界上无非只有三种事 自己的事 别人的事 老天爷的事 朋友吴岳 在我看来 就是一个相对冷淡的人 他不想去的场子 别人怎么说也不会去 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别人怎么哀求也会拒绝 他说 有些人觉得我冷血 不尽人情 可是不想去就不去 这不是应该的吗 我为什么要为了照顾别人的情绪 反而牺牲了属于自己的自由呢 何炯曾经在一则综艺节目中提起了韩雪 说他们一起录制一个节目 工作结束后 何炯对韩雪说 我们去吃饭吧 但韩雪却直接拒绝了 说他要回家写作业 何炯当时想说 我跟你打马虎眼 不想吃就不吃 但其实 韩雪真的回去写作业了 有人说 和同事朋友吃一顿饭 又花不了多少时间 直接拒绝 会不会有点不近人情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 吃个饭 又能怎么样呢 但其实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想干什么 不牺牲自己而迎合别人 才是真正的活出了自己 不想做就别做 不想说就不说 不要被温暖这两个字绑架 不要总觉得 如果拒绝了对方 对方会很伤心 一个拒绝 就能造成伤害的感情 也不是真感情 有人会觉得我付出了 我做了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起码能够换来人情 但其实 不懂得拒绝 根本换不来什么感激 只会让别人觉得 你的付出很廉价 更有人认为 如果我不帮忙 他就没有办法了 他就会完蛋 这真的是高估了自己 你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重要 他们找你帮忙 就是单纯的懒而已 三毛说 不要害怕拒绝他人 如果自己的理由出于正当 当一个人开口提出要求的时候 他的心里根本预备好了两种答案 所以 给他任何一个其中的答案 都是意料之中的 做一个温暖的人固然很好 可是如果我们温暖别人的同时 也在消耗自己 那么又何必强求自己假笑呢 真正高情商的人 不是把让别人开心 当作自己唯一的人生目标 而是让自己开心的同时 还可以照顾好别人的情绪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价值 但是一旦价值因为讨好别人 温暖别人 而逐渐变得模糊 总有一天 你真的会忘记自己 到底想要变成什么样子 想活成什么样子 人啊 终究先要学会取业自身 你可以让别人舒服 但是请你也别为难自己 如果温暖很累 那就做一个冷淡的人吧 我愿意再 audaz 自己就来了 那我愿意再当切 我确认到你 我愿意再当你 我愿意再当你 我愿意再当我 我想活成 我愿意再让你 再想活成 不是 我愿意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